当地时间11月14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 在利马总统府以视频方式 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 习近平和伯鲁阿尔特 听取两国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人 分别做情况汇报 共同观看前凯港项目视频 项目现场中碧双方代表 向两国元首请示进行开港作业 两国元首下达指令宣布开港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前凯港口中远碧鲁轮新上海轮 分别开始卸妆作业 腾飞轮鸣笛远航 无人集装箱卡车 忙碌穿行 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习近平祝贺前凯港顺利开港 对两国建设者克服疫情困难 齐心协力保质保量 完成各项任务致以敬意 习近平指出 短短几年时间里 一座现代化的港口拔地而起 令人振奋和鼓舞 前凯港不仅是深水梁港 还是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 建成后将为碧鲁带来丰厚收益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有力巩固碧鲁衔接陆海 连通亚洲和拉美的门户地位 两千多年前 中华民族的先辈杨帆远航 穿越惊涛骇浪 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五百多年前 碧鲁先民印加人不畏艰险 翻越崇山峻岭 修建起纵贯安地斯山脉南北的印加古道 如今的前凯港 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印加古道新起点 从前凯到上海 我们正在见证的 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在秘鲁的生根开花 也是一条新时代 亚拉陆海新通道的诞生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共同努力 一道把前凯港建设好 管理好 运营好 不断提升运能运力 提高综合服务水平 积极探索以通道带物流 物流带经贸 经贸带产业 坚持共商 共建 共享 赋能包括中碧两国在内的 太平洋沿岸经济体共同发展 使之真正成为 秘鲁乃至广大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的繁荣幸福之路 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触手可及的收获感和满足感 伯鲁阿尔特表示 前开港开港是全体秘鲁人民 引以为豪的历史性时刻 这项壁中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工程 标志着秘鲁朝着打造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的目标 迈出了关键一步 将助力秘鲁成为连接拉美和亚洲的重要门户 也将有力促进拉美一体化和繁荣发展 港口将开启秘鲁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进一步提升秘鲁竞争力 为全体秘鲁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感谢中国对秘鲁的信任和支持 从前凯到上海 这条新时代的印加古道 将架设起两大文明古国交融之桥 两个友好民族友谊深化之桥 中国万岁 壁中友谊万岁 前凯港位于壁鲁首都立马以北八十公里 是中壁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开港后 中壁间单程海运时间将缩短至二十三天 节约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物流成本 每年将为壁鲁创造 逾八千个直接就业机会 当晚习近平出席了 伯鲁阿尔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蔡奇 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中壁红尾 中壁红尾